我中間坐起來的感覺 一樣就是很舒適 就算後座坐三個籃球的選手 都OK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高雄市三明區的 S院鴻海汽車 我是玉文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這台是 2015年2.0的WISH小改款 那這台車子我本身也非常喜歡 它是相當熱門的車種 那它是七人坐的 非常適合家庭 那說到這個七人坐的 清休旅的部分 Toyota WISH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在我的認知中 它非常好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家 我媽就是開Toyota的WISH 那它是算是CP值非常高 一方面 Toyota它的WISH 因為它是非常熱門的車種 那又是Toyota的車子 所以說它在維修 跟保養的零件上來說 它得到零件的方式比較容易 所以它的價格也不會太貴 也就是說 買它養它價位上來說 其實都不會太貴 安全性其實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在後座都有 那個ISOFIX的兒童安全座椅的裝置 真的是非常適合家庭 那我們看到它的內建的部分 它是有這個 前檔專用的ETEC專用隔熱紙 那它是兩顆安全氣囊 手自排 冷氣恆溫空調 電摺後視鏡開關 金鑽頭燈的部分 那頭燈是高低可以調整的 那有LED方向燈 跟LED尾燈 導車雷達這個很重要 那還有ECO省油模式 輪胎的部分呢 是四條德國馬牌輪胎 規格是205-65-15 那它有內建的胎壓功能 好 那我們家的公里數是保證的喔 它的公里數是52072目前 那公里數是保證的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內裝的部分 它的寬度其實還還不錯 就是說 它不會很擠 因為我們家我媽是開這台車 它開起來其實很順很舒適 然後這台車子 它的這個中控台的部分呢 它上面還有一個除風口 然後它的音響是多功能 音響是有DVD的功能 這樣子 冷氣恆溫空調 然後它有這個 比較特別的是7速新款的變速箱的功能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可以置物在這邊 收納式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部分呢 就是 主架跟副架都有扶手 那它全車都有這個包覆性的這個 紅色的車邊式的設計 就整體來說會很有質感 那它的椅子是做透氣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後座的部分 也是WUSH的一個重頭系 就是它的空間喔 那後座的部分呢 它最大的優點是 它有這個中央空調 那這裡也有旋鈕可以做調整 那一樣就是 它全車都是採用這個透氣式的黑色皮椅喔 非常的舒適 我是166公分 那這個距離真的是還蠻多的 就是它上面還有兩個旋頭高喔 然後我前面的空間也還有兩個拳頭的距離 就是等於 比我高很多的人坐起來都還是很舒服 這個不是每一台車都坐得到的 真的就是我介紹很多車子 有些車子上面下面的空間 其實有時候會比較緊繃 那這台車的表現可以說是N家 我特別移動到中間 它這邊不會卡卡的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有些車子這邊會有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就會卡卡的不舒服 但是它沒有 我中間坐起來的感覺 一樣就是很舒適 就算後座坐三個籃球的選手 都OK這樣子 好那我們看到後箱的空間的部分 如果剛好有七人 就是有需要第三排座椅的時候 那後箱的空間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那可能就是把第三排座椅收起來 那收起來也是相當的簡單 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子輕輕的這樣子拉 它就會往前 如果就是想要把它整個平躺的話 就是把第二排座椅給收納 也就是說它第二排座椅跟第三排座椅都可以做收納 如果真的收納起來 空間就會超級大的 好那我們看到引擎室的部分 首先是上部的這個原廠標籤 都還非常的完整 那可以看到它引擎的部分 比較重點的是 我們有做這個YES認證 額外付費的 所以說這台車可以保證車況的部分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這個引擎的部分 是相當的漂亮 2015年來說它引擎的狀況還保有得很完整 那水箱什麼的都非常的乾淨喔 相當的令人驚豔 我個人覺得啦 那以上就是這台2015年小改款不許的介紹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種車都很搶手 那現在車子也越來越貴 所以就趕快買吧 那如果有喜歡的話 歡迎來我們高雄市的SYM鴻海汽車座上車試乘 那我們有保養廠 所以說收穫保固的部分就是也很有保障 那它也有第三方的YES認證書 所以說各方面的車況啊 都很有保障 那我們有保障 所以收穫服務會是我們的強項 就是你有喜歡的話 就歡迎來做賞車試乘喔 好那以上就是它的介紹 我是遇文 謝謝你們的觀看 謝謝 實在就是SUM